我最早接触到的是蔡玉玲政委的办公室 然后他们有跟我联络说是因为 我之前在网路上的一些专栏写的文章 然后他们有注意到 然后希望说能够以一个就是所谓的网路意见 我不敢讲说所谓意见领袖 但就是说以这样的一个专栏写手的身份 然后进来做一个观察员 最早的时候他们当时就我所知是 他们在这次国务市会议的时候 本来有排一个所谓网路区 然后也希望说能够每个分区能够有五名代表 然后最后在全国有几名代表我不大记得 然后这些代表 可是当时我们在被接触到第一个反应 就是说我们只是各自写自己的东西 然后如果是搭平台的人 他们也只是搭一个平台 我们谁都不能真正代表谁 所以我们其实对于所谓代表这样的身份 已经有一些抗拒 后来经过一个协调之后 以所谓网路观察者的这样的身份进来 所以大概这是这个来历 我所知道就是说经贸国务会议当时 他们国发会为主办 但是就是说各个不同的部门的动员 或参与者是分到各个不同的部门去 有可能是经济部 有可能是 有可能是我不知道陆委会 或者说环保局 是不是有各自尝试要去找一些 跟他们相关的部门 然后因为目前我国的政府组织当中 并没有针对所谓的网路参与这部分 有一个专属的主管单位 所以最后才是由政务委员来负责的 这其实是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关于网路参与 第二个是会议流程 我先讲会议流程好了 在我其实在中区的发言 回头我可以把那个 就是我当时的发言稿寄给你 如果需要的话 而中区的发言已经提到说 整个会议的组织存在几个限制 我不要讲说是问题 然后我认为这样这些限制 它反映的是说 因为这会议是一种比较传统的 沟通的形态 一些比较传统的那种沟通的形式 然后里面包含就是说 包括第一个 它的成员的选择 里面反映了某一种 我称之为投人政治的那种思维 就是说你怎么样去找到各个一些组织 然后找一个人去代表这个组织 可是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举个例子像 一个产业工会里面的这个会长 理事长 是不是真的能够代表 这个产业当中的基层劳动者 这本身就有一个问题 第二就是说现在的社会上面 有存在许多没有组织的公众 OK 这些人他不见得是落在传统这种组织范畴中 然后在这样子一种会议形态当中 就变得很容易被排除在外 然后第二个则是在 就是会议的发言的设计 它原本就是说 你要用发言单 你要去投过去 需要抽签 然后去排序去发言 所以你在什么时候发言 一开始不知道 那彼此间发言 有没有什么逻辑连贯 也不容易造成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 很容易就变成说 只是说各说各话 大家各自过来 讲各自要讲的东西 并没有办法 真的就是产生真的横向的对话 甚至是一些核心的问题 核心价值问题的争辩 这部分比较不容易做得到 然后不过这一点在后来 特别到全国合议的最后的这一两天 有明显的改善 那主要就是说 慢慢就是比较那个 就是开放现场的 open floor 这种发言的次数比较增加 那第三个最主要是在 重整结论的写法 重整结论就是说 其实大家各自各讲了很多的东西 可是它其实是由行政部门 把多元的意见 把汇整成一份这样所谓的重整结论 而在重整结论写法当中 太快掉入了 我称之为就是说 它太快用一种所谓共同意见 多数意见跟其他意见去做区分 把这些意见分成 分成某一种阶级性 不同的重要性 那我称之为这个叫做 用量化逻辑去处理直化的资料 然后因为很多时候 当一个东西能够有 好 今天有五六个人 都想到都提出的话 那代表就是 代表就是说 这个东西可能是比较容易被想到的 所以我称之为有一种意见的平庸化 有一种意见的平庸化 相对来讲就是有很多 有很多重要的想法 重要的意见 可能其实只有特定的部会 或者说特定的产业界 他们会晓得 所以今天只有一个人提出来 不代表就是这个东西不重要 所以当他今天以数量 以人数作为一个主要的指标 去筛选所谓的共同意见 多数意见的时候 他就会产生 就是说在最后 这个重整结论当中 有比较高的排除性 所以从会议的组成 从发言的规则 跟最后的这种重整结论写法 可以看得出 他其实最多只能做到 让有限度的 有点偏颇的一群人 能够各说各话 然后对话都已经不容易了 更何况所谓的结论 所以今天早上 马总统发言的时候 说已经达到什么样的结论的部分 这部分我必须有很大保留 因为就是 其实这个结论可以看得出 就是说他其实是行政体系 在这个很分歧的意见当中 尝试去归纳出来 它是一个比较强制 所制造出来的结论 那回到另外一层问题 就是说所谓网络参与的部分 网络参与这边也有分成两个部分 一部分是就是我们今天在现场 右边看到的这个讨论墙的部分 讨论墙的这个部分的话 它是一个很大胆的尝试 因为其实所以在现场的人 都可以看出来就是说 现场的语言风格 跟讨论墙上的语言风格 有很大的落差 现场语言风格的话 大家是准备好的 然后有组织的 然后可能三四百字的 这样子的一个比较完整的陈述 可是在讨论墙上 就像一般的网络讨论 它就是一种 就是一种比较急性的 随时的 然后可能长度就一句话的 然后甚至是有点像聊天 甚至无厘头的 这样的一种发言方式 那彼此存在蛮大的一种文化的落差 然后我也有在这一段时间有观察到 有一些不熟悉网络的 与会的这些产业界 产经类的这些代表 他们其实在这过程当中 有一点强化了 他们原本对于网民 就是说他们无厘头不理性 或者说他们是不成大事 就是一些小屁孩 这样的一种刻板印象 所以稍微有一点 有一点这样子 这样子的效果 但是我蛮同意 有一个网友 Whiskey 他曾经在讨论墙上有讲到说 其实今天这个讨论墙的重点 并不在于 真正对于这个会议阶段 贡献什么 把什么外面的事情带进了 而只是在提醒 所有在场的与会代表 就是说你说话 这不是一个闭门会议 不像以前是个闭门会议 外面的人不知道 你在里面搞什么 而是现在外面有人 你不知道有多少人 在外面可以看着你 而且这个录影都会 可能一个月后 两个月后 十年 甚至十年后 都可能被翻出来 这个东西都是有记录的 那我想说 这个对于现场的 这些与会代表 在发言的心态 是有影响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很多与会代表 拿起麦克风 第一句话 跟大家问好 一定说 还有网络前的朋友 大家好 就代表说 他们其实是有清楚 意识到这件事情 那我想这个是 有心理上的一些影响 那第二种 网络层面参与 则是在这些 所谓的网络 观察者在现场 他们在前几天的时候 多少还是有点在熟悉 观察这个现象 可是到 特别从昨天开始 到今天 就看到他们大量的开始 就是排序去发言 然后逐渐的 像特别在今天早上的 综合检讨的部分 这次网络参与者 占全体的参与者 可能不到 5%或6%左右 但他们今天占据了 大概超过50%以上的 在这样的发言的空间 然后所以他们其实可以 很清楚的 让传统的这些产业代表 感受到台湾社会的 另外一种声音 然后也可以清楚的 可以看到他们撼动到了 这个会议的主要的基调 跟言论的氛围 这个东西是 它产生效果 可是我们也不能忘记的是说 今天这个重诊结论 最重要的这个文件 它其实绝大多数是基于 在各分区会议 就已经被写出来的 这些结论 到了今天到全国会议 已经实施微调的层次了 所以虽然在这个会议的最终 然后我们看到这些网络的 所谓的参与者 这些观察者 他们集体的发声 有很高的 在会议里面能见度 可是实际上 他们对于这个重诊结论 最终的穿透度 是非常有限的 非常有限的 不过我想这次作为 第一次的一个尝试 彼此不管是网民 不管是这次来的 这些观察者 或者说主办单位 都还在摸索当中 所以我觉得说 我们不能过度苛责 然后应该就是说 对这种说 网络参与的未来可能性 还是可以保持一种 神圣乐观的态度 那我比较 像我今天早上的发言 最主要是希望说 在这个最后的机会 能去沟通 因为可以感觉出来 这是会场当中 不同的人 对于网络参与 有一些不同的感受 不同的可能证明或反面 我尝试让这不同的感受 能够透过我的发言 能够彼此被看见 然后能够去了解到说 这个事情 可能牵涉到不同面向 OK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